蓝花花苞正在拔杆时 我们究竟能不能给它晒太阳呢 这条视频会清楚的告诉大家 蓝花花苞拔杆时到底能不能晒太阳 欢迎点赞收藏哦 有些蓝油认为呢 蓝花花苞拔杆后就不能晒太阳 原因是怕阳光太强会让蓝花消包扑萎 那么这些蓝油害怕的原因究竟会不会存在呢 首先蓝花的品种不同 比如建蓝它是在夏天开花的 夏天中午的强光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晒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利用朝夕的夕阳 给它补充一点光照亮 但春会兰它的花期在2月到4月 此时的阳光并不是太强烈 即使是全力照的环境中 蓝花也不可能因为晒太阳而花苞枯萎 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在花苞拟杆的春会兰 如果种植时间太短的话 除非缓苗期那肯定是不宜晒太阳的 蓝花晒太阳是肯定可以的 而且是必须要有的花苞出港时 晒太阳最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防止花苞没变或腐病 而阳光下这种情况会极少的发生 第二个晒太阳可以提高蓝珠的光合效率 为蓝珠积累更多的养生 防止开花后蓝苗退化 第三点提高蓝花的香味 养过蓝花的朋友都知道 同样一盆蓝花在开花的时候 晴天香味比一女天更浓郁 除了新种植的蓝花 只要是健康的健壮的蓝花 花苞把杆时晒一晒太阳 那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